OK 大家好 我們是翻轉歷史的團隊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也就是我們專案翻轉歷史 這個是為什麼要解決以及解決什麼問題 我是幫同學更輕鬆的作弊 我們目標是幫助同學更輕鬆的學習歷史 希望他們能夠邊玩邊學 然後這邊是Persona的部分因為時間關係先跳過 然後接下來是How 我們覺得啊 其實你看劉邦項羽那些都是很標準的廢材流或是什麼天材流的 可以把它完全可以把它做成遊戲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們就 乾脆把它做成遊戲好了 那遊戲要怎麼發揮學習功能呢 我們是搭建在麥塊這個平台上我們預計會以麥塊地圖的方式釋出 我們會用 補充資料讓學習者可以了解更多內容 然後把考試重點放出主線劇情以及對話加深影響 然後很重要一點是我們有 優秀的美術但是人還不夠 優秀的美術 可以把那個時代的場景還原 讓玩家更有沉浸感 透過minecraft遊戲搭配RPG風格屆時啟發學習動機 欲教欲樂 當然不是這樣 OK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進度 那這個進度是上一次的進度所以 目前最新的進度會在接下來的demo影片為各位呈現 接下來是專案規劃的部分 我們分成文案美術還有技術三組 文案組負責 設定人物對話還有世界觀等等 我們的美術組則是負責建造這些場景還有機關的場地 以及技術組就是負責一些指令還有紅石的機關 那我們預計分成三部曲台灣史中國史以及世界史 以在劇情上先分成劇情 在劇情先分成劇情上數個各自獨地的小世界最後再用一條主線去貫穿 這餅不會花太大嗎 我當時應該還蠻瘦的但是我最近吃胖了沒辦法我吃不下來 願景我們希望能讓更多學生們以輕鬆一懂的方式學習歷史不被傳統框架所限制 以及為其他的專案包裝引玉因為我們的 場地劇本還有指令都是開源的所以 只要進入我們的Discord伺服器就可以看到 OK 接下來是如果加入我們 就是滿滿的熱情還有等一下影片結束會有 Discord的那個QR Code 我們最需要的是建築師 然後紅石機關師指令師我那也歡迎加入 OK請播影片 riet in this town Discord 李桂蘭 Thik是版國 ium 之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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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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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其實在想的比較是有沒有可能不是由你們來設計給其他學生 而是有可能他本身就是一個作業或任務是 根據你 達到的一個歷史的事件或題目你們去 做出一個遊戲來我的想像是這樣是 並不是你們設計去給別人玩而是你們在這個設計的過程當中去吸收到更多歷史會不會才是 更有效的可以學習到歷史的方法 還有就是我同意 因為我要講的是就是你們剛用的是生存模式 但是其實也可以考量用創造模式 然後 透過讓這些學生創造出一些歷史情境或歷史的對話 然後來做一些 遊戲的創造所以 這供你們參考 目前有沒有預計設置一些landing page來介紹這個專案 然後有興趣的老師或學生 縱使在開發階段他們要 會不會可以透過一些介紹的文件 包含該提到一些任務設計啊等等的 更多的資訊讓他們去評估 跳下來參與或者是怎麼樣取用 假設不是玩家那會不會也可以從這個專案獲取 獲取一些 學習的資源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什麼 歷史的場景你們覺得很困難很難用minecraft表達 感謝評審的詳細提問請團隊針對評審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謝謝各位評審提問 好我先從庶民這個觀點來講好了 呃 我其實 在你提出這 之前沒有想過但是這以後會是我們考慮的方向 但 這個就是遊戲性跟 其他方向的平衡 就是 他先是一個遊戲我需要 有人來玩他才有其他的一些功效 對就看之後要怎麼取捨 然後下一個問題 呃 細節的部分 呃我必須很誠實的說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開發 呃劇情 然後證物的部分 寫指令的部分我們人手比較缺 對所以 我們劇情雖然出來了但是還沒有辦法實裝 然後 簡報也沒辦法呈現時間不夠 對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 給其他學生設計讓他們學習 呃我可以再問一次嗎就是 這個是指 給其他學生自己做的專案來學習這件事情 請啊 再一個 第四個問題是有沒有什麼landing page 就是 應該說我們現在的都靠就是DC我們進DC伺服器之後 就你主動提問會有人引導你landing page這個還沒有 然後我剛才有聽到是創造模式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自己圖長是開源的如果他自己想創造是完全可以的 他可以把DC伺服器拿去用然後自己開創造模式 他可以調作幣模式可以把自己切到創造模式 他想怎麼改就怎麼改 對然後 最後附上開源的來源就可以了 剛剛有什麼問題是我還沒有回答到的嗎 好 那個最後就是 有說到有沒有什麼場景很難還原的問題的話 因為畢竟minecraft他是一個像素的遊戲 然後他大部分都是如果是原版的話比較多是 一方塊來呈現 那如果說 未來有需要做什麼比較特別的美術設計的話我們可能就是要 自己去做一些資料發揮或者是說 使用一些模組但是目前是不考慮模組的部分因為有些 運行的困難 那大概就是這樣 好讓我們以掌聲感謝團隊的報告以回應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看